雍正的三儿子红石正在忽悠他爹 在此之前 他已经和老八达成了三步走 红石今天就是来说服雍正 让他同意四大旗主王爷进京 但雍正什么人 眼睫毛都是空的 再加上红石今天的表现实在太过于出头 就有意想考考他 你说说 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做什么呀 红石知道 父亲最关心的新正 于是呢就借着新正 把话题往旗物上演 推行新正 推行新正的当务之急是整顿旗物 阿玛 你这个新正搞得好啊 好就好在立国立民 你看 现在谭定入母 火号归功 世身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都已经见成效了 只有这个整顿旗物 牵扯到其人 不太好弄 弄极了 有伤果本 不弄又不行 所以我认为 整顿旗物是现在的重中之重 极中之极啊 雍正听的是直摇头啊 说你这话是似是而非 咱新正的前级工作搞得是不错 但毕竟是在试点啊 为了巩固和扩大成果 咱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肯定是迅速推广到全国嘛 而根据地方的不同 还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要干的事 躲了去了 整顿旗物当然也重要 但并不是大战略层面的问题 这不过是满人窝子里的事情 所以说旗物 也不是什么其中之极啊 不过既然你能提出这事来 想必也做了些功课 那你就说说吧 红石自然是有备而来 说咱们旗人是归八旗馆 而整顿旗物的实际操办人 却是直立总督 名不正言不顺的 自然不好协调 我的意思呢 是把八旗旗主都叫来 先给他们做做思想工作 再由他们对本期进行整顿 这就好像胳膊指挥手 顺利成章了 红石说的是有理有结 雍正听起来可不是这么回事 顿时警觉的做了起来 心想这小子今天不大对劲啊 太有主张了 连旗主王爷都出来了 整顿旗物一直是老八在管 这小子又一直在带节奏 而且逻辑严谨 措辞到位 该不会是有人教你的吧 这话是谁对你说的 红石心里一惊 赶忙跪下来回话 说阿玛 虽然这些年你也没怎么给我派活 但身为皇子 我也得留心证悟啊 这些都是儿臣和朝野的一些 有识之事在深谈中得来的 这样的回答 显然不足以让雍正宽心 妈的 你说的有识之事 该不会就是老爸爸 还得继续试探 这件事交给你去办 能不能办好啊 儿臣办不好 怎么讲 你看八叔那么厉害 尚且不敢管太紧 也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所以我刚才才说 让旗主王爷来整顿 听到这儿啊 雍正已经基本确定了 这里面少不了老爸的事 随即呢 一边点头 一边把人稳住 老三啊 你这几年进步还是很大的嘛 这事让阿玛再琢磨琢磨 回头咱再商量 这段父子间的试探 坚持绝了 加上上一集中的后半段 红十虽有老爸的事前指点 也做了精心的准备 但从进门的那刻起 雍正的小眼神 仿佛就能直接看穿 他的天灵盖 然后直达内心 雍正摸清了红十的底气 才开始叫红皱 儿臣既没有三哥的这份心思 也没有四哥办事的能力 只是身子骨切实 只望能把皇阿玛的病 移到儿臣的身上 就算替皇阿玛分忧了 这小子就查明说了 阿玛 有什么事你找俩哥哥 我保证不参与皇权争斗 雍正虽然放心 但还是免不了 一番老父亲嘱托 你的孝心我知道 但不能光顾着养身体嘛 你得多读书 多练练骑舍 别整天跟和尚道士 缴在一起啊 你们回来吧 好了 现在我们来复盘下 八王义正的实施进度 老八三部计划的第一步 红十已经走完了 但很显然被雍正识破了 那雍正该如何处理呢 两儿子已经被打巴走 得抓紧时间 和家里的常务父皇帝 商量商量啊 大清的常务父皇帝十三爷 躺在床上 旁边的火炉 旁坐着一位貌美的女子 他小心翼翼地 把煎好的汤药 倒入碗中 搅拌均匀 自己先试了一小口温度 然后坐到十三爷的床边 十三爷来喝点药 老十三可能烧得有点糊涂了 听到喝药两个字 脑子立刻不自觉地 浮现出各种奇怪画面 那老吃药 来喝 皇上喝药吧 十三爷本能地抬手拒绝 阿兰手中的药丸 被打翻在地 不知所措的他 忍不住的轻声抽气 十三爷这才反应过来 心疼的握了握阿兰的小手 又捏了捏他的肩头 正打算继续深入探索 关键时刻 摸手达人 爱心觉罗 四哥来了 前几天 乔尹弟说四哥发糟 显然啊 这病还没好利索 开着敞篷坐架 就过来了 十三爷挺着身子 想爬起来给四哥行礼 躺下躺下 十三爷在床上 斜撑着身子 雍正坐在椅子上 脚下放着脚垫 后背顶着靠枕 两兄弟就这么 半躺着相对而逝 真不愧是难兄难弟 您龙体前 外面又挂这么大的风 您还看我干什么 干什么 自然是有些秘密的话 要对你说 雍正告诉十三爷 同时那小子突然找我说 要把整顿奇物的事 交给奇主王爷来办 朕觉得有些道理 倒不是说这些奇物 非得他们来整顿不可 而是叫他们来一块 来听听 朕推行新政 是为了江山设计 免得到时候 这些人又来撤走 十三爷当然明白四哥的心思 眼下哥俩都病成这个鬼样子 万一哪天都走了 留下这个烂摊子 该怎么办 倒不如趁着现在的大号局面 快速推广新政 顺便一把奇物整顿一番 但是呢 十三爷还是要提醒雍正 这些铁帽子王 一贯是老八负责联系的 那办事的时候 就得扯上他呀 万一他趁着咱俩生病的时候 在背后捣鬼 显然 雍正和十三爷都对老八很不放心 都把他借着奇主王爷 在背后闹事 哥俩对付他的方法 也截然不同 从十三爷刚才的担心中 可以看出 他的主张是 把老八这人放在一边 憋屈动他 但也不把重要的事给他办 这样他就翻不了天 而雍正的想法是 有些事迟早要面对 越是身体不济 越是能看出猫腻 让他去办 烦多了天 这个人呢 像水深难测呀 正好借这件事 看看他心里头 究竟是些什么打算 要是笼包迟早得挤了他 知道了四哥的想法 十三爷忍着病痛 给四哥出招 那就是让红石红利 跟老八一起办这个事 既可以让他们得到历练 同时呢 又多了耳目 雍正点了点头 但对红利 他却另有安排 对接班人红利 雍正是真的贴心 得罪人的事 是坚决不让他碰 实在避免不了了 就找人给他顶包 惹得十三爷 是直发感慨 遇到皇上 这么一个好父亲 红利真是有福啊 不像咱俩的爹 让你在前面得罪人 还把我灌了十年 这还真不能怪人家雍正 情况不一样啊 康熙多少儿子 整整二十四个 咱先不说 有多少能继承皇位的 单就自己站出来 争抢的就有九个了 雍正呢 就仨宝贝 这跟我们现代人的心理 是一样一样的 想想我们父辈 有多少兄弟姐妹 他们吃了多少苦 想想我们自己 再想想我们的下一代 都一个道理 自己吃过的苦 吃过的亏 咱们也不想让儿子再吃了 无论怎么讲 雍正同意了 旗主王爷进京 老爸的第一步棋 算是成功了 接下来轮到他的第二步棋了 山海关驿站内 老爸亲自出马 和刚刚进关的 四位铁帽子王 对立而坐 在此之前 发言已经写信给他们 把雍正推行新政的事 做了普及和牛区 并要求他们 各带一千兵马 协助朝廷整顿起务 而今天 八爷迎接他们的目的 有两个 一 进一步抹黑雍正和他的新政 让四位王爷心生不满 二 借机提出恢复组织 霸王义正 并拟定相关细节 诸位王爷 想必我的信 都已经收到了吧 收到了 圣经的事我们也听说了 八爷 皇上推行新政 汉人们有意见 欺人也有意见 八爷 我们就想不明白 放着好好的组织不尊 搞什么新政 这根本就行不通 八爷 咱们得说句话呀 老八听着四王 对自己的孙称 一股消失已久的豪情 油然而生 但一开口 还是得损雍正 你们不在北京 那是不知道我们的难啊 咱这皇上 一直都是刚愎自诱 别人的意见 他根本就不听啊 他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 到这时 老城持重的 简亲王乐部 说话就有些飘了 设计为重 组织为重 也不能皇上怎么说 咱们就怎么干 还没等他嘚瑟完 对面的国亲王承诺 就展现出了 他的迷之自信 叫咱们来就得听咱们的 否则请咱们来干什么呀 一看有两个王位都上钩了 老八觉得时机到了 该把话题引到重点了 诸位王爷 说的虽然有理 但是现在不比以前了 太祖爷在世的时候 行的都是八王义政 凡大事 都是大伙拿主意嘛 我真担心啊 我大清的列祖列宗 辛辛苦苦创下的江山 还没等老八把话说完 东秦王永信就觉得 他已经听懂了 急忙跳出来表态 那咱们就更不能不管了 不光奇物 政务也要管 老八一看 还有一位王爷没表态 于是干脆把话点透 那就等于 有八王义政 取代军机处辅证的制度 我看 这就等于明说 我要和你们一起反雍正了 但凡是有点脑子都知道 这事不该明说 也不该自己急着表态 但架不住有些人 就是那么自信非凡呢 八爷 这么干 你拿个章场 咱们绝不含糊 大家注意看 最后站起来 这位锐亲王都罗 虽然也跟着掺和 可是全城一句话也没说 这也给自己 谋了个好的结局 当然了 老八到底还是贼 你果亲王承诺 让我领头出了事咋办 哼 你们带人都跑关外去了 留下我一个人 顶着倒霉 想的没 既然是八王义政 这个章程 还应该大家一起来拿 可为什么八王义政 这儿只有四王呢 八王义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老八关键的第三步 又能否顺利实施呢 这些呀 我们下期再说 剧友们别忘了 点赞评论转发 实验之礼 先行谢过了